82斤到200斤最佳口味的20双跑鞋 男生女生跑鞋都有 然后都在我身后 都是最值得入闭眼入的好跑鞋 完整的期待我们在视频末尾期的点赞和收藏下来 第一部分是80到115斤 这个区间大部分都是女生的跑鞋 优先选择这五双 第一双 波卡临康酸 跑者世界世界十佳跑鞋之一 轻量缓点跑鞋 第二双 索康尼精华十三 也是跑者世界世界十佳跑鞋之一 既可以慢跑又能速度训练 第三双 耐克飞马3839耐克的销量冠军 缓制和回弹比较均衡 外观也很好看 第四双 尼林超轻19 好看好赚就是有点不太耐脏了 第五双 乔丹风情十余 这双鞋 中底性能很出色 性价比超高的一双鞋 接下来是115斤到160斤 8双鞋 第六双 索康尼玉兔15 是索康尼的全球销量冠军 次顶级缓制慢跑鞋 第七双 波卡克克克斯文8 波卡的万斤油跑鞋 脚感很好 颜值在很多人 眼里也很爱这一款 第八双 安踏卯和2 安踏性价比超高的一双 静性鞋 可快可慢 管理呢同款 第九双 乔丹飞一PB2.0 这是一双高性价比的 国产碳版跑鞋 适合你的速度训练 第十双 昂桃X 来自于小众品牌昂桃 脚感略映 带着路感感贵很出色 第十一双 美金龙Wii ride 25 美金龙口碑 价格缓震颜值非常均衡的一双鞋 第十二双 索康里自由4 索康里轻量缓震慢跑鞋 经常5折就可以入化 第十三双 拟凝75pro 拟凝的综合训练鞋 慢跑和速度训练都能帮你应对 接下来是160斤到200斤 五双最佳缓震慢跑鞋 第十四双 索康里胜19 索康里的顶级缓震慢跑鞋 脚感超好 缓震超好的一双鞋 长跑掉的头等舱 第十五双 亚瑟士LinkBus 24代 亚瑟士顶级旗舰缓震慢跑鞋 这一代做的简重 材料升级更加暖弹 第十六双 昂跑的CloudMonster 小中品牌昂跑的顶级缓震跑鞋 脚感超好会给你惊喜 第十七双 Nike的Invisible One Nike的顶级缓震慢跑鞋 ZoomX的中底缓震性能 没得话说 第十八双 安塔超200pro 性价比超高 脚感超级舒适的国产大一种慢跑鞋 第四部分200斤以上 那么对于跑鞋的缓震和 支撑性能要求会更高一些 那么第十九双 亚瑟士Kino2728 亚瑟士顶级缓震加支撑跑鞋 脚感超好缓震也非常好 而且支撑性能和抗扭转也很棒 第二双 美金龙UNX 美金龙的顶级缓震加支撑跑鞋 中底用两块 为无限运波浪片 缓震性能就没得话说 那么完整的清单会在这里 不用了点赞